事務上,我們都知道,因為開那個一坪,它有10人份 甚至有時候如果用1cc針頭去湊的話,可以打到11人 那一般來講,我們當然為我們鼓勵盡量預約 就算是預約,有時候也會遇到說人不來 像我們在85歲以上,預約有來了98% 我猜今天大概應該會掉到90%的最高 因為現在看到是83.44 就算把那些後補的數字補一補,了不起大概是90% 但是90%也算是高的,沒有前一天那麼高 所以如果你預約10個,有一個沒來 或是說你抽,剩下還可以多打一個人 兩個人原則上就是按照該案,按照原則去做 如果你實在是不方便,那不要浪費這樣就好 所以如果你為了那個,你也不曉得要建立一個後補機制 難道還在設計一套網路系統嗎 所以我常說,在一個社會裡面 不要用那個環文入節 那個很死的法律把一切都綁住 所以人與人之間,整個社會的運作 還是要建立在一種附信的基礎上面 常常這個社會就是太多的不附信 弄得奇奇怪怪的 所以我的主張還是這樣 盡量預約,按照規則做 如果有剩下的 就按照當時政府公布的原則 比方說一到七類 如果真的打完了還是一時間找不到人 那就授權醫院那個醫師自己決定去處理 因為那個開封也有,只有六小時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把整個制度 所以我非常反對 在一個社會裡面 把每個國民都當作賊在處理 這實在是,所以防備到整個國家 不能有效的運作 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悲哀 很新的天然 我不能看到 所有生物都在不會有效 不可能 我看來不想說 那麼今天 想想把比較好